做干锅花菜,记住千万不要焯水,也不要过油,今天教你一招,炒出来的花菜脆嫩入味,好看又好吃,而且特别的下饭,先把花菜用剪刀剪成小朵,再准备一盆清水,加入一勺食盐搅匀化开,然后倒入花菜浸泡10分钟,再清洗干净,这样能有效地去除里面的虫卵和脏东西。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,切成薄薄的厚片备用,锅中油热,倒入花菜,一定要把花菜中的水分炒干,煸炒至微微焦黄盛出备用,另几锅倒入五花肉,煸炒出油脂,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小技巧,能帮忙点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? 非常感谢,再放葱姜蒜小米辣,炒出香味,好吃的关键,就是放一勺这个很多饭店都在用的干锅酱,它没有添加防腐剂,可以放心吃,还可以用它做干锅虾,干锅鸡,随便炒个青菜都非常好吃,炒出酱香味后,倒入花菜,大火翻炒入味,再撒上一把大蒜叶,翻炒均匀即可,这样做的干锅花菜麻辣鲜香,比饭店的还好吃,喜欢你也试试吧。